大家好,我是柯碧托 我們很快速的更新一下比特幣最新消息 灰度和SEC之間的訴訟呢 灰度勝出了 那麼這很有可能催生第一個比特幣現貨ETF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都一直在期待 第一個比特幣現貨ETF什麼時候會正式上線 那非常有可能在很快的時間就會出現 其實在過去 灰度公司他一直希望把他們公司GBTC的儲備那些比特幣 可以轉成ETF的形式 因為ETF就可以直接面向公眾市場 所有人只要他可以買賣股票的呢 他都可以很公平的來投資 而且門檻會降低很多 會讓非常非常多活絡的資金融入到比特幣這個市場裡面 而且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如果我們打開Convelex裡面的灰度基金呢 灰度目前是持有62萬3780顆的比特幣 是遠遠高於其他所有的機構的 所以如果要考慮比特幣現貨ETF的通過與否呢 其實灰度這間公司他絕對是最為重要的 也是在過去一直不斷申請的 那我們也知道在過去的一陣子呢 很多公司啊包括傳統的比如說BlackRock 貝萊德還有Fidelity等等的公司呢 都陸陸續續申請了比特幣現貨ETF 而且呢比特幣的期貨ETF 也早在我們上一輪熊市的 上一輪牛市的最頂峰的時候呢 他也就上限了正式上限了 雖然說上限極為最高點 當然還是上限啦 那麼法院會認為呢 比特幣期貨的ETF啊也就是衍生品 他的底層資產呢 他是以CME也就是資商所發行的比特幣合約 作為底層的儲備 底層買賣的東西喔 那麼比特幣現貨ETF呢 他就以比特幣現貨作為儲備 那法院認為兩者的相似性是很高的 至少在絕大多數的時候呢 兩者的價格呢是走的一樣 所以就因為這一點呢 輝度公司他就勝出了 那輝度公司勝出之後 也並不是說 輝度公司他手上這些比特幣 可以轉化為比特幣現貨ETF 而是SEC他要重新審查 輝度公司的申請 而且呢如果說比特幣現貨ETF通過的話 我相信是這些申請所有的公司 他都會通過的 那當然絕對包括最大的GreatScale 因為GreatScale是最具指標性的 他持有62萬多顆的比特幣 還不包括以太坊喔 以太坊有300萬顆左右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比特幣的價格吧 比特幣的價格呢 目前是直衝天際啊 你可以發現 我們光這四小時喔 這四小時 OK 一根 他最高點到最低點 就有1800美金的差距 那如果說 我們從這個消息發布到最高點呢 有2200多美金的差距喔 這個是 我們在過去真的是 非常非常難以想像的 那當然喔 你說現在爆拉起來了 這個肯定不是做空的好時機嗎 即使要做空也是要等待喔 這個時候 最不適合做的決定就是衝動 好非常感謝各位 那如果說大家想要 使用Bybit來交易比特幣的話呢 非常歡迎大家可以點擊下方的 Bybit鏈結 現在只要KYC入金100美金 就會立即贈送你1000美金價值的 比特幣合約倉位 而且這是真實的合約倉位 你可以用於開倉 那如果虧損的話沒關係 這個只是贈送 那如果賺錢的話呢 你可以直接把幣提走了 好非常感謝各位 非常歡迎各位可以幫我的影片 點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就是對我最大的支持 真的非常非常感謝各位 拜拜 謝謝大家 meer燈真正的影片 還是有請評寡 非常感謝 可惡 好 感谢观看